他只需要再花個兩到三週時間 勢必會重新拿回整個媒體 網路以及民調的絕對中心 可以問本來會重返權力的絕對核心 你來到崇敬坦白 我是歐崇敬 在2023年的5月中旬以後 突然郭台銘發動了一個叫做疫苗種攻擊 為什麼發動疫苗種攻擊呢 原因是郭台銘急著希望被國民黨徵召或者是提名 就算他沒有拿到國民黨的徵召提名 他也希望藉著這一次的整個輿論總攻擊 或者叫媒體總攻擊 能夠使得他參選大尉 直接參選到底 而這次的疫苗總攻擊內容是什麼呢 答案是 他是衝著當時候 從2020年 一路到2022年這三年期間裡面 由於啊 台灣當時候深陷在整個COVID-19 跟奧比克羅 整個所有的疫情幾乎使得所有的官員束手無策 而那時候啊 大家只剩下一個看法 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打疫苗 而且至少打上兩劑 就可以使得全台灣啊 所有人進入所謂的集體免疫狀態 或者是集體擁有抗體的狀態 而那時候台灣啊 正好發現缺疫苗 那時候缺疫苗有了什麼辦法呢 有的辦法是說要自己研發 但是啊 研發其實那麼快的時間就能做到了 少說要再拖個八個月甚至一年以上 那就不曉得整個台灣要死掉多少人呢 於是整個媒體就形成了 到底是自己研發或者是向外購買 那樣的一個拉鋸戰 當然沒有 郭台銘在當時候是表示 鴻海呢 他可以以他自己的國際知名品牌 向外購買到疫苗 這個時候呢 竟然就有了所謂的疫苗類型 當時候蔡英文認為 如果由郭台銘出面來買疫苗的話 那就整個所有的信用 或者我們講那叫做Freddit 都會在郭台銘身上 於是郭台銘就爆料 當時候的內心是郭台銘要買疫苗 是被蔡英文給攔下來的 而且當時候的秘書長李大維 用的稱呼是指大小姐 也就是不是稱呼蔡英文 別的名稱是叫她大小姐 說郭台銘買疫苗這兩次啊 大小姐沒有辦法同意 那既然是這樣 也就是說大小姐 枉顧全台灣人民的性命 這一爆料出來可還得了 當然整個民進黨 從蔡英文往下到整個選舉團隊 就進入了所謂的疫苗風暴 這個疫苗風暴啊 等於說是讓國民黨撿到了槍 國民黨所有的立委跟議員啊 群情工資在整個媒體圈 所有的能夠攻擊民進黨的位置呢 幾乎大家都卯足的勁 上前去攻打 這就代表的郭台銘陣營啊 可以說是全面的火力大態 也就是說郭台銘陣營 藉此表示他們參選大位 是參選到底啊 那麼蔡英文那邊 也絕對不是省流的燈 他們原來計劃著借用春風專案 還有5041這個代號準備啊 在六月的時候呢 是要發動對賴清德的攻打 然後呢把蔡英文英系所支持的人 慢慢的順勢換上來 再把賴清德這個代表 南部新潮流也就是南流系的人 給換掉 這時等於疫苗風暴打亂了 原來蔡英文所安排的張法 然後這時 似乎蔡英文原有的權力重心呢 就失去了焦點 因為整個輿論的軸心 就往了疫苗 或者是往了整個當時候的醫學界 或者公共衛生那邊去位移 好這時我們就該問了 那麼整個主題 蔡英文還有辦法再掌控嗎 或者整個媒體的重心 蔡英文還有辦法重新再拿回來嗎 事實上當然有一定的難度 不過大家不必懷疑 蔡英文控制台灣的媒體界 以及台灣的民調界 還有台灣的網路圈 那可是絕對的在行在手 他只需要再花個兩到三週時間 勢必會重新拿回整個媒體 網路以及民調的絕對重心 蔡英文很快會重返權力的絕對核心 感謝你的收看